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暑之后就进入秋季了 究竟怎样才可以保养身体 令我们更健康呢 不如立即问一下陈姨师吧 我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对蜜糖和姜都很有兴趣 但好像说处暑之后就要多吃蜜糖 少吃姜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秋之后就是处暑 小薯之后就白露 那天气呢 即是慢慢慢慢会凉的了 凉快就会干醋 干醋呢 我们就要吃一些蜜糖去潤醋 而姜呢 就较为温热些 那我们要吃少些 不然呢 就较为容易就是 醋热 每一个季节呢 都有它特定的食物 就会对那个环境的气候 是特别有效的 例如抽醋的时候呢 吃鸭 鸭就是抽鸭 所以说 柱鼠送鸭呢 百家都没有病 那如果是因为柱鼠呢 它还有热的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适量加些冬瓜 但是容易有濕 那我们又加一些耳仁 耳仁呢 可以健皮化濕 那用冬瓜耳仁 就煮了这个鸭 或者老鸭 很好吃 在这个季节呢 为什么经常觉得 喉咙很干确呢 干呢 那我们当然 就要是要 潤醋 那你可以 除了蜜糖 之外呢 那有时候有些 潤喉咙的 甘吉啊 蜜糖啊 那这些都可以的 因为你加些甘吉呢 它可以 清洁 滋肺 和止咳 配合蜜糖呢 那都挺好的 有没有一些穴位 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去按压 就可以更加健康呢 哦 如果是争取处少的季节呢 那我建议有几个穴位 在脚那里呢 那我介绍到一个 就叫做三音胶 就属于肝皮腎 三条音筋匯合 在小腿的位置 那另外呢 就介绍到两个 是首部的 一个呢 就是合谷穴 合谷穴 没错了 就是这个 股口位这里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曲齿穴 如果这三个月位呢 就每日呢 早五晚 你有时间就可以按了 每次呢 大概按三十下左右 因为这个 这个 柱鼠呢 由下 进去抽呢 那这个肝皮腎呢 就最受这个刺激 很容易有些人 有濕疹的出现 人呢 最濕 有重突出现 身体的水液代积呢 是不能均匀的 上下这样 令到它循环呢 那它肝皮腎那里呢 那个系统调节呢 就较为好些 好 好 谢谢 谢谢 你 好 OK 我 你